智齿的日语怎么说 我知道 我牙齐拉子 我牙齐拉子 那你知道这个怎么来的吗 没学过 其实呢 智齿跟其他的牙齿不一样 它大多数是在成年之后才长起来的 然后父母亲都不知道 所以叫做亲不知 看来是因为我要离开爸妈了 随上支持了 我跟你说这个意思 只是跟你说 这是背单词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是 贝尔多老师 妈妈 你这个哥哥是找不到妈妈了吗 哪个哥哥呀 对呀 下次可不可以找不到妈妈 也要像那个哥哥一样 在那里等着不能乱跑 知道吗 知道 好 老师 你知道 智齿的韩语是什么吗 我看过一个韩国电影 他们把智齿叫爱情齿 长了智齿 就说明你遇到了爱情 是不是很浪漫 很浪漫 不愧是你导万千上我们的韩剧哦 松起来真的是不要不要的 不愧是你导万千上我们的韩剧哦 松起来真的是不要不要的 那你就快去学学人家男主啊 以后你身边就有一群小姑娘 欧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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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你好 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那个 我手机没电了 找不到我朋友 好的 请问您朋友的名字和性别 贝尔多 女 你们是什么关系 女朋友 那好 请在这边先稍等一下 谢谢 我觉得也差不多要走了 好 打包吧 服务员打包 怎么打包呢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晚上好 现在播报一则寻人启示 贝尔多小姐请听到广播后 速到一楼服务台 和您走散的男朋友 叶淑薇先生正在等候 贝尔多小姐 请速到一楼服务台 不是 和您走散的男朋友 我先走了啊 走了啊 正在等候 好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晚上好 栗子 栗子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是不是太累了 没有 怎么了 帅 你怎么来了 路过接你 接我 嗯 那你找人的方式 还挺特别的 厉姐 下次团建去哪儿好啊 我觉得我们今年的项目 都完成得这么好 当然去西班牙呀 郁总说 这么大的事 得让你这个大工程说了算 我都行 你们定吧 郁总 厉姐没意见 那咱们就去西班牙 西班牙 嗯 不过你一个人说了可不行啊 得问问大家意见啊 那要不 咱们就去巴黎 巴黎很好玩的 其实我也想去巴黎来着了 巴黎 巴黎 就巴黎喽 咱们那就巴黎 不过还是得听听大家意见啊 郁总 没事儿 我们肯定会出去玩的 喂 莫姨姐 不好意思 咱们 我在 我